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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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它这个图片地址这里有参数 update后面是这个值 然后idhush这也是 这个值它都是两个动态参数 我们必须要去寻找它 那么我们先在httpwatch里面找到 找到那个包的 找到验证码获取包的地址 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idhush等于多少 那么我们在这里搜索这个值 我们看一下在前面什么地方获取啊 好 已经找到了 就是在这个包里面 这个包里面有这个idhush值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在获取验证码之前 就要访问一下网页 将这个idhush值给它获取到 然后我在这里的话 启动窗口创建完毕的时候 首先就网页访问S 这个网页 就是这个网页嘛 然后 我再用文本取出中间文本 这个idhush头呢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一长串啊 这一长串也就是它前面 这一串文本 为什么我这里要用这么一长串呢 因为你如果只用仅仅 这种这个value的话呢 它会 应该是有很多这种 就是说不一定起到的 就是这个idhush啊 有可能起到其他的值了 这个 这个头文本不够典型 所以我还是把前面这种name啊 什么type都给加进去 这样才好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然后后面结尾是一个引号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获取它这个idhush了 好 然后 这两个值我们先不讲 这两个值是在后面需要用到的 那么我们已经获取到idhush了 然后这个获取验证信息 这个函数是什么用呢 这个函数就是获取它这个 验证的问答信息 就是这里的验证问答信息 和这个验证码图片的 因为我们刚刚只是取到了idhush值 并没有将整个 并没有将整个验证码一起读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用一个函数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pdate值在哪里找啊 我们希望找到update值才能够获取那个 验证码 update值是在这个包里面 这个包 这个包我们把它的地址复制下来看一下 啊 它这里只需要填写一个idhush参数 啊 就不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包啊 像这个idhush值给它获取到 好 idhush值呢 啊 是这里 它这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也需要填写idhush 啊 那么我们就是 在这里的话 首先就把 网页访问这个包 啊 就是这个包的地址把它弄上来 然后把两个idhush切换掉 然后网页访问 这样的话呢 你就获取到了它这样一串文本 然后具体的我还需要把这个update给它取到 比如说 你看我这里先调试输出一下 返回文本 啊 它返回了这样一串 你看这里果然就有update了 对不对 啊 那么我们就 我在这里的话 就是用文本取出终结文本 将这个update取出来 我这里是几个呃 程序级变量啊 那么将update这个变量里面值给它复制上去 然后在图片框1这里 它的图片等于网页访问 这样的话就是啊 访问这个网页 嗯 将这个验证码图片给它读出来 然后后面呢 就是获取它这个验证问答信息啊 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在什么地方获取到 我们一个个照 好 应该就是这个包了啊 请输入下面有问题的答案 这个就是我们的验证问答 那么我们把它地址输入下来 啊 有些人初看一下 可能会觉得 哎 这个包怎么和上面这个很像呢 就是和这上面这个包 那它们区别 嗯 那它们两个包地址都一样 怎么可能有区别呢 是吧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里是不同的 啊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就是因为这几个字符的区别 就决定了这两个包的不同功能 啊 就决定了这两个包 一个是获取验证问答 啊 一个是获取update 那么我们既然连验证问答的包也弄到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包地址复制下来 然后在这边啊 将它的这个两个idhash参数都给它弄上来 然后我们可以调试输出一下返回文本 这里我先三挺掉 好 请输入下面问题的答案 它这前面啊 这中间这一段 这两个中复号就间困着的 就是真正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啊 用文本取出中间文本 取出这两个 啊这这几个东西啊 这一串字符中间的文本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里还有个br怎么办呢 它这个br是固定在这里的 这个br就是换行符的意思 所以我在这里用了一个子文本替换 让这个br替换成换行符 所以就很好的就做出了这种换行的效果 就和这种啊 网页上的是一样的啊 就和网页上的一样 好 那个然后标题 标签五就是这个标签 的标题等于返回文本 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这个验证问答的 就是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它的注册包 因为我们的验证码那一块 已经获取到了嘛 那么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注册包 这个肯定就是了 因为它这是一个pos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数据啊 你看看一只图什么的 这都是应该是注册了成功的一个呃 暗示啊 那么我们先把它这个包子的地址看一下 这个地址上是没有任何的参数的 然后我们把它的stream给它复制下来 也就是它的post的数据 好 啊这些我先不管 我来看它 我们来一个个的看 首先像它这些东西呢 啊我现在鼠标操作的这些值啊 这些值大家不用去管它 我在上一节课也讲过 这些值就是嗯 是浏览器用来区分的一个分割标识符 和浏览器有关系 跟你这个网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随便你怎么写啊 它都不会有问题 它是它虽然是改变的 但是这个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post的操作 那么这里yes 这里应该是不变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form hash 这个form hash呢 我在讲解终极班 post的终极班第一课经济论谈的呃 登录的时候我就应该讲过啊 经济论坛的回帖吧 就应该讲过这个form hash值 就是说这是discuss论坛必带的一个值 这个值怎么获取呢 就在网页的圆码里面 因为你直接搜form hash 你就直接可以搜到啊 它这后面有 也是在在这一个包里面 所以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直接把这个form hash给它取出来了 它的头文本呢就是前面这一串 啊我把天安到常量里去了 为什么要天安到常量里呢 因为你看看这前面有很多的这种引号 啊像这种引号 我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吧 一年的引号就是文本型的标识符 如果你真的要去把这个引号当作标识符的话 那么你需要用这个常量 啊你能用这个 而你不能用这个 好然后这样的话就把form hash给它取出来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参数 这个呢就是写一头 这个是默认不变的 它这里竟然没有值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这里竟然没有值 我们就不管 然后这个教程测试213 这个就是我注册的账号 啊这个就是两次重复的密码 这个就是email 这个就是我们的idhush啊 它虽然这里叫这个什么 s1chush 但是这个值跟我们刚刚的这个idhush 还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 这个呢 s1canswer 就是我们在验证问答的时候啊 在这个输入验证问答的时候 验证问答的答案65 这个就是验证码 然后这里呢 这个就是验证码的呃文本嘛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值呢 我们暂时不知道 那么我们先在这里 先在整个原码里面搜索一下这个值 好找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有一个value value等于这么多 这个值和这上面的是不是一样的 那就说明这个值我们也找到了 啊 它是在这个包里面 那么我们也直接在 也直接 我这里也添加了一个变量嘛 然后 呃 将它取出来 文本取出中间文本取出来的啊 在这里 这个agree什么 什么参数 在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把它取出来 好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动态参数都找齐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样一些数据复制下来 啊 给它添加到这个 长文本长量里面去 你看我这里就添加上去了啊 当然我这里做了一个替换 什么替换呢 我把这些动态参数的值 全部都替换成了一些文本 替换成这些文本 当然就是方便我们 呃 将这些参数 替换成 最新的参数 比如说你看在我们按钮一被单击的时候 就是注册按钮被单击的时候 啊 他这里用了什么子文本替换 子文本替换就是将这些 呃 form hash值都替换成正确的值 这样是一个非常好 便利的文本操作 这个原理我们在上一节 和讲组次结极替换的时候 也讲过 那么这里form hash值 呃 我把它变成这个 到时候我用子文本替换 就把这一串 专门给它替换成 我获取到了 一个啊 form hash值 然后用户名密码啊 也是依旧的这样的替换 直接用子文本替换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我这里啊 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有疑问 为什么我这里还带了一个长量衣呢 啊 如果不用这个长量衣 我们是无法成功的 因为你可以来试一下 假如我戴上长量衣 我们先来看这是什么样子啊 啊 教程测试 啊 啊 密码 981207 也对 我死了 随便输入一个邮箱 然后67 然后crth 这都是对的 啊 你看啊 我 我把天安了长量衣 它只是提示我IP 在24小时内无法注册 啊 无法注册是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 你就算在浏览器上注册 它也是不会让你注册成功的 只要你IP没有换 啊 如果你把它这个长量去掉 我们来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啊 刚刚我们才提示我24小时内无法注册 起码代表我们这个pose的包是正确的 只要IP没有限制 我们就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呢 我们 我刚刚是在这里添加了一个附加协议头 对不对 啊 附加协议头是这个长量衣 长量衣 那么我如果不添加这个协议头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样子啊 教程 一二三 啊 84 然后 EYGC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不添加 你看这是什么 这应该就是我们直接访问那个注册页面的时候吧 你看输入正确的邮箱页制 验证问答什么的 啊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在注册页面时候的样子 啊 这就是我们有没有添加协议头的区别 我在上一节课讲过啊 就是说对于很多像这种 啊 复杂的post数据啊 就是像这种表单数据 你一般都需要带协议头 尤其是上传图片的 你更需要带 因为我在这个post第八课的时候呢 它这个圆码里面 我也带上了这个协议头 啊 也带上了 啊 那么要带上哪些协议头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只带了两个啊 一个是content type 一个是这个 啊 一个是这个REFERER 嗯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协议头在哪里找呢 或者说我们要 我们要带上哪些协议头呢 这里我告诉大家啊 你一般只要带上这个 以及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content type 这个是最主要的 因为它这里是标明了这个边界啊 标明了边界 如果你不带这个 你就是失败的 你只要带这两个就够了 啊 我这里也只带了这两个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啊 它这个注册也就成功了 这样 所以说这里 我们一定要带上这个 协议头 啊 当大家 呃 当大家发现 呃 你的post的数据正确 但是 呃 无法 无法成功的时候 post无法成功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写一头 一般带着写一头 啊 像如果是这种复杂数据 大家记得很清楚 一定要带上这个 一定要 啊 还带上这个也可以 那么普通的话呢 普通的话也就带这个 还有这个 UA 呃 一般这两个就可以了 啊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 也就说到这个地方啊 谢谢大家 哇 那些什么都怕的